我这小车拉了20箱回来了 一共38箱600平方尺 估计开大SUV区的话 一车就能拉回来了 一共是38箱 还有三转underlay 这个就是underlay 就是垫地板下边的 干活劳动了 必须要做到老公保护 穿上这个 不用被钉子扎的鞋 戴上手套 今天我们要做的一件事 是把这个旧的地毯给拆除 然后用到工具就是这个小刀 哇塞 你一定要感觉能够垮到大堆 哎呦 受伤了 怎么了 哎呀 没有带护膝 给膝盖有点窝住了 你小心那个刀 怎么办 你瞎心 什么感觉 我带防滑呀 护膝太反了 我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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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儿我干的晦了 出去就是18分以下 不知道乔工了 真的啊 里头你们 我这就一世无忧了 太累了了 就是咱们掀完这块就休息了 这刀不太好了 我得换个刀片了 确实得需要一把好刀 是我们以前说写书法的时候 立透纸背 这就叫立透地毯背 这定地毯的 在木板上面有很多钉子 非常小心 然后我们要把地毯卷起来 扔掉 打到地毯里 这样它就成了一个地毯 我现在把这个地毯已经掀完了 然后现在要卸这个 钉地毯的木条 还有这个地毯的下面这个垫子 一定要小心这些木条 上面有很多钉子 我们现在要用敲棍翘 我现在已经把这个地毯都掀起来了 都已经扔掉去了 然后就是地毯就像现在这样了 然后就是这个地毯掀起来之后 那固定地毯垫子的地方 它有好多那个钉书钉一样的东西 我们得把它都掀起来 然后把这个打扫干净 现在这个地毯已经基本打扫干净了 我准备在最后洗一遍 然后就铺这个underlay 铺这个underlay就可以按地毯了 所以那个地毯就发动了 这个地毯的地方 想要不要放点 因为它被迫在现在 净数据他 我的一个背景 是什么对的 二似习两个地方 所以是有那么多 或者是知磋